根據現在在拜登硬盤裡所記錄的東西 從司法角度來說 朱利安尼先生可不可以將拜登家族定罪 和可不可以據此通過WICO法案 將中共定罪呢 我認為這件事絕對是優先 朱利安尼可能會說這件事 我們是反對中共的 我肯定地說 這個比針對那些人的實際犯罪活動更加重要 李章很快看到針對國家安全的行動 拜登家人和他本人 和中共之間的勾對是明明白白的 相比民族主義 我認為國家安全問題要更加重要 他一直否認家人和中共有勾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中共的這些公司 董事長失蹤得 令人難以自信 很多人認為他已經死了或消失了 而某些中國人 還在中共國的某個地方享樂 是誰你知道的 我現在犯了破產公司的錯誤 美國的聯邦監獄 和香港之間沒有印度協議 這些高管 是巨大的國家安全隱患 最終引起的爭議 就好像我說過的這樣 我認為 如果在這方面有所行動的話 就不會令到美國人民 同時陷入困境